上海车展上 比亚迪带来了号称王朝系列最美的SUV 就是比亚迪的纯电中型SUV 送L 它也是比亚迪家族首款列装SUV 竞争对手剑指特斯拉Model Y 比亚迪王朝系列中单纯送家族成员就很庞大 已经包含了送Max 送Pro 送Plus 以及送L 主要是抢占紧凑MPV 紧凑SUV 以及中型SUV的细分市场 现如今送L概念车的发布 也预示着列装SUV细分市场也开始内卷 最继代表的车型就是入局较早的30万区间 赚足口碑和销量的极客001 外观部分 前脸送L依旧是家族式 基于王朝Dragon Face龙眼打造 龙须的样式也非常形象 镀鸽视条以及贯穿式灯带 从隔山区域一直向两侧灯组延伸 与现款的汉EV有些相似 但是送L要更帅气一些 车身侧面 比亚迪送L采用熏黑的A柱 该车还采用了电子外后视镜 取代传统的机械后视镜 但最终量材版车型是否还会使用电子外后视镜 目前还不能确定 内饰以及科技的配置还未公布 考虑到送L基于E平台3.0打造 应该会采用最新的技术 大概率会搭载CTB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 智能电控四驱 云点智能车身控制系统道 这都将成为它最大的卖点 消费者对于比亚迪纯电车的电机 电池 电控 三电系统还是比较认可 但是对于内饰外观设计上 还是颇有说辞 比亚迪送L 其后续会有怎样的市场表现 依旧要看上市后价格如何 如果定价在20万左右 那肯定很有可能把Model Y挑落下马